大家好,歡迎收看《即時攻略》,我是Thika Horigman 這節有Stanley做嘉賓,Stanley 你好 大家好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想問Stanley的話 歡迎打來2046566的或問題電郵到ASKFBSChannel.com WhatsApp到91571428或Facebook Youtube 做Live可以留言給我們 也會盡快解答大家的問題 先和大家看看港股的最新走勢 恆森指數最新距離20823點,跌121點 國企指數跌59點,跌7038點 帶絲成交有320億 早安,Tony,Bianca,Kelfer 看到Kelvin馬上提及Tesla 昨天業績好像很厲害 Tesla 是的 看到它在盤後升了半成 昨天美股跌了4% 即是補回一條數 即是沒有升跌 可以這樣說 不過我想說美股 這回合都挺惡玩的 業績期 你真的要接駁公司業績要好 而且展望要OK 還要看看市場信不信 炒不炒 這一下真是 包括都說美股是很難搏業績 業績? 那你怎麼說呢 因為他們太錯了 總是一個解讀方法 對,但在這種情況之下 當你見到業績出得來 是OK的時間 又變了你會有信心 你會強 我也沒有,我都是那些股份 真的等於台積電 你問我一流 但它不升 但ASML也好 ASML反而業績 其實是一半一半的 有好有不好 但ASML昨天的腳都膽一點 嗯 有什麼重點要關注? 重點,過了Tesla之後 不是,過了Tesla之後 今個星期好像又沒有 好像還有一間公司 都大會出業績 下星期又開始多 下星期又開始 真的多一些科技股 即大一些會出業績 但是 立指會不會昨天已經很弱 立指會不會被Netflix 沒有,立指被Netflix拖 你想想單一隻股份 你想想 它跌了三成半 是啊 我只看到 我一直看著 沒有彈力 人們太太沽沽了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因為我自己也有想過 我去Netflix 我昨天覺得心態斷勢 博不博 博不博? 很難博我 我覺得等它這一回合再跌 可能震盪圓埋 我覺得買少許放一下 是無妨的 我覺得是有後著的 為什麼要等到 人們說等到第二季 還是第三季 都難啊 都難啊 你博它可能有些新的 扔出來才有彈 現在是很難搞的 昨天聽到它說 加廣告在裡面 加廣告 加廣告一件事 它真的又是 你是怎麼看的 它是不是Youtube這樣的做法呢 似是這樣的 或是偶爾突然彈一些廣告出來 可能是中間這樣 出一圈 但問題是說 它有另一個 不一定沽清 其實有業績出來 這樣搞 但問題是什麼呢 因為很老實的 你加廣告的話 因為它現在不是分高端 低端 低端 可能月費較便宜 你可能有些廣告 我在想 其實如果真的好像Youtube的廣告 沒什麼所謂 很騷擾 你也很騷擾 你也很騷擾 很騷擾 但我又不捨得給Youtube 所以被迫快看 那些都是幾秒鐘 你可以按立刻 再略個廣告 所以現在是比較貴的月費 所以現在就不知道差距是多少 就是便宜和貴 你覺得會差多少你才接受呢 可能你會覺得 如果貴可能一元和三元 我現在九十三元一個月 我不知道因為我和別人合夥的 我不知道遲些沒有這個合夥的 所以這件事 這件事也是壞 所以你說在消費者角度來說 其實很便宜 是啊 是啊 在那個角度來計的話 其實真的是90多 你那個收入方面 也很簡單 加了幾元 我當你加到八五元 你會覺得加那麼多 都真是多 是啊 都真是多 但問題是 你知道你加強人加幾十元 你已經會覺得那些肉邪 是啊 加一成我覺得還可以 如果沒有一個月 你一成對它幫助又會太大 Bianca 也說過很煩 我不知道 可能我Netflix 我沒有什麼看 我是看Youtube那些 有時候 你把人打出來是煩的 但是可能你幾秒鐘 我又覺得 那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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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因為Youtube看的 是輕鬆的 而且是短 可能是短的 是啊 短的 幾分鐘 是啊 可能你看電影 突然有人插廣告 你又覺得是壞的 是啊 不過我覺得是 因為你這一下 你變成真的 你變成真的 你說那個 我跟你說得對 你那個月費的差距有多大 可能你說很大的 那變成一個情況是說 大家會加入 還是會退休 是啊 因為你便宜 我又要給錢 但還是要看廣告的時候 是啊 那我都要不要看 還有最慘的是什麼呢 咦 我正想說這件事 所以現在也很麻煩 如果你選一次 你覺得對 因為剛剛我們說的 是消費者的角度 如果你以一個 營運的角度來說 就是說 它怎麼可以 固定一些客人 就是很簡單 如果有一套東西 是很厲害的 你非看不可的時候 那你可能你說 我們有些神劇 那你可能我們講過 我都算了 都照看都不重要 但問題就是 神劇是怎麼來的 神劇就是 要不你自己拍 要不你買回來 也是成本 這些都是成本 所以你想一下 這個loop 其實是死證來的 對它來說 你怎樣去拿捏這個位置 要是沒有的 其實你想一下 你要找一些勁的東西回來 你是要成本 你的cost 字又大了 但你又收不到那麼多錢 沒錯 因果關係 其實你搞不定 所以我覺得 Netflix的問題 其實是 可以突顯 就是說 我們說有時候 買股票有沒有什麼 你看它有沒有衝勁呢 如果以我剛剛這樣說的話 你對它是沒有衝勁的 是啊 這樣越說越沒有衝勁 你不理會 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昨天晚上的時間 你看到不像Netflix 一眾的所有那些 就是視頻的那些股份 全部跌的 Amazon也跌 這些死證 因為突顯了這個問題 你說好可不可以聽 沒錯 你是要看客人 最主要就是你的東西 行不行 你行的話 那些人會願意付錢 但是 有成本境 是是 就像Amazon拍摩戒 那個 幾億美金 哇 大哥 這麼誇張 這麼誇張 摸戒 摸戒 劇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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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成本真的很高 你真的要怎麼搞 是 你搞不定 所以有時候 所以這次 這一下 就是Netflix 這一下 突顯了這些 這些 這些是視頻 這些 這些板塊 這些問題 是啊 沒有啊 讓它看看有什麼方案出來 退學 但是都是煩的 好啊 講一下883 當然是 暴跌 但是看到A股 其實還在升 噢 今早可以升了兩成多 基本上升四成多 現在升兩成多 是啊 是啊 合理 但是沒有啊 Tony 等它的顏色 看它拍攝拍 看它拍攝拍多少 現在是等這件事 其實沒有啊 又是那件事 它的價格 就是今早衝上去那一刻 是厲害的 現在都反過來 但是這些價位沒什麼 但是好消息出光了 顏色 聽說我顏色 對 只顏色 顏色 但是大家都猜到 其實Around是多少 都難以 是嗎 都難以 我估計應該不是少 是 我估計可能你大概八毫子以上 我估計 但是就 即是不肯定 什麼時候出來 它是不是下個星期 按道理 它應該下四成的業績 但是它呢 就之前說明 如果解釋回應A之後 就會公佈一個拍攝 是啊 現在已經回到A 應該都快公佈出來 等下 我覺得也不怕等下 始終你說現在這件事的市況 你有一些股份 你又前景又 前景又 起碼OK 業績又不是差的 這些又值得擺下 即是出了消息 那一天就 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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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這些小編小一點 但是下星期 好像多一些科技股 還有沒有人用Snap的 有 有的 它業績上一次都好像OK的 我覺得它的股價上一次都好像挺不錯的 都是外國人用多的 是 但是沒有 但是很有趣的 其實美股這一回合 反而有些地方 大家可能沒什麼回憶 你知不知道現在道指 跟年初比的話 不是差很遠的 基本上已經 好像跟年初 就是年初至今的話 好像現在跌了不知4%左右 差不多 即是它不是很跌的 是呀 跟記錄高 其實差5-6% 是不是因為那些銀行股很強 其實它這次 這一回合 是科技股的業績 可能變數比較大 但是那些叫做傳統企業 剛剛銀行股過了 銀行股也是比較上參差 但是現在新一批 好像昨晚的時間 公務出來好像IBM P&G那些其實是厲害的 所以其實道指 反而今這一回合 其實S&P也跌了一點 但是你看到 當你一企業的業績 其實是OK的 交了功課出來的 所以道指 其實你看到 現在美股 Elastic 還跌得比較多 好像跌一乘四左右 如果不是昨晚那一刻 但是你看標譜 DOW 不是跌很多 所以只要一個不可以 突然間 再升多了 可能幾百點上去的話 今年的道指是倒升的 今年 是很私善的 今年其實是買一些傳統企業 好像是好過的 那些科技企業 因為有些估值 大家可能一怕有些新建制股份 可能一怕有些新建制股份 可能一怕有些新建制股份 但是沒有的 我時候覺得業績期 就讓大家可以審視一下自己拿去的貨 那些業績點不點 其實真的 我覺得是看這件事 真是 保持檢討一下 是的 我記得Kelvin說 三個六百 我以為已經會跌很多 終於升了 大了兩個星 大了兩個星 穿過五十元 今天有很多估計 那一開始那一刻 也是挺嚇人的 但是昨天你不是說 五十元幾級人 是否 Anno跟我都這樣說 但是不敢買 我真的不敢買 不敢買 不敢買 超狂 那件事發酵到何時 不是的 問題是說 你始終有這件事發生了 最後有一句你不知道是壞的 這些是你覺得 你真的會有些戒心 我就是一般般 我真的不要這樣搏 還有這麼多東西買 不可以搏現在 你不可以搏他們 有什麼搏 現在市場好像想 好像又想補回獵頭的事情 下星期才精彩 可能會有蘋果 Microsoft Alphabet 很大 下星期精彩 所以下星期才厲害 下星期才精彩 我少說 市場應該會很發 市場應該會很發 應該會很發 但是我覺得有些有猜到 你蘋果 你微軟的按讀利又不差 Alphabet 其實它第一季是厲害的 如果說上一季是厲害的 Amazon就差一點 Amazon的成本其實都是麻煩的 Akim早晨 其實這些你大概知道 Meta又預料它有消錢的 其實你看到這些公司業績的東西 大概知道它是什麼狀況 只不過是說 出到來的指引那方面 是怎樣的情況 是這件事 你會不會代定哪一隻 打算罵 哪一隻 我都是 你都說看業績 我現在還是 我還有一點點彈藥 美金那邊 就是美股那邊 早晨 我都打算加碼TSM TSM我真的極度看好 對 你是很有信心的 很有信心的 我根本上現在 每天都會花一點時間 去看著 關於TSM的消息 在芯片上的消息 所以都對它越來越有信心 真是沒有開玩笑 KO是嗎 Honeywell Honeywell 化工的東西一般般 Kelvin 不過這些又不是好焦點 是啊 但只剩171 什麼位置可以買 賠了幾天 不是啊 現在又頂一點 不過為什麼大家喜歡 171不是1088 因為很差 你如果短線的話 一定是選這隻好過1088 但是如果你問 如果這些位置已經賣 我就說 我寧願你買1088 真是 好笑 要穩陣一點 1088 一來吧 1088 好像又不是很會回 你那時候是1088 是啊 當然了 會這麼死 1088的顏色高 它都加成12里顏色 你想想 Netflix 不是啊 Netflix 還有沒有博 剛才我們才談完Netflix 是啊 剛剛才說完Netflix 是啊 昨晚難博 昨天他殺了下來的那一刻 真是厲害的 其實很少可 一些那麼大隻 那麼出名的人 都會這樣堆下去 B.A.也是 不過B.A.大家都覺得 他會好像是否波音 不是不是 那間UA 如來就是AIR 好像說他 一些人說他規範型 是厲害的 波音就不肯定 但是NVIDIA 都很精彩的 自我看一份 是的 都很棒的 5月25是NVIDIA 不過有牌 不過有牌 這隻真的有牌 是的 但是Netflix 不要特別拼著 我覺得他的問題 都不是那麼簡單 剛剛解釋了情況 但是我覺得他有後著 我覺得他會有後著的 但應該現在不是一個 慢的時機住 好啊 我們這個時候 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有位優先生在旁邊 優先生你好 優先生你好 你好 你想問什麼 我想問九個爸爸 現在這個時候 一人一德哥 這隻真是慘 這巴伯 又倒下去了 88.65 暫時跌2% 優先生你本身有沒有貨的 有些 有些的 你介意討論一下 多少錢都買的 135 135 OK 優先生 不好意思我問多個問題 你買得多不多 你買得多都不太多 可能都可以放下 這樣 幾千個也不太多 OK 可以收到 為何要問你這些問題 因為其實 如果你問我的話 阿里巴巴現在的股價 是已經跌穿了 之前的環區間 你如果看過形勢上 是差的 還有那些這樣計 先講一些比較技術上的東西 他之前Obrain share 其實都很容易看 我經常都說 95到大概120 到這位置 如果穿得這些位置 其實後市 又真是難搞的 真是難搞的 所以你說現在這個位置 你想混貨 我都跟水平一樣的想法 不混貨 因為說真的 你叫你沽 你未必肯沽 現在這位置 但他的價 其實還有機會 因為他跌穿了這個水平之後 其實形勢上 真的差 所以他有沒有再試第一機會 其實存在 所以如果你不沽的話 不如想想 讓他再跌低一點的時間 才再鬧 才再購貨 現在這位置不要加 如果你要回到亞里 因為我實在說 這筆科技股 其實他的業務發展 其實是很慘的 你問我他們是否很差 他們未至於很差 但現在就是 一來的監管事 二來就是 至於內地方面 那個疫情影響 是很多的行業 對於他們 對於他們來說 對於ATM來說 都有影響 都有打擊 所以變成現在 你問現在去 尋找他們的話 我就不建議 所以你有貨的話 我每程度上 覺得你應該有很多 一些遲貨能力 你可能先拿著 但就加上 不要這麼急 等一下 好啊 也麻煩邱先生的電話 為什麼這幾個百分子會跌 沒有的 最主要是 他現在很明顯 就是那個 展望都差 其實你想想 當然啦 公平一點說 他現在說 下一季他會再減少 200萬個去計 那個訂會人數 他會再減少200萬 其實沒有程度上 我覺得有些是 跟俄羅斯有關的 有些關係 但就好像 剛剛我提到的問題 就是 你現在那個減少 就是那個下跌的趨勢 是一個 一個短期的現象 第一個長期的一個 就是這個問題 如果長期的付費效果都走 其實這件事是很糟的 要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 你之後 你打後的時間 可能你就要 剛剛我們都說 可能你又要加一些廣告下去 你又不知道收費 那個計劃會怎麼變化 甚至乎 我才想到有什麼有趣的東西 就是如果你加一次 你說加廣告的話 可能你分開 可能是便宜的 還有一些貴的 其實每個程度上 可能真的 可能有些被人求 你這樣 我不看廣告的 你加二十年三十元 我照給你 我看一些沒有廣告版的 但會有另一個現象 就是說 其實我沒有所謂 那你就加了 但你要便宜 可能便宜 便宜三四成 我便轉去便宜 就是突然之間 有一批客戶 可能貴便宜 反而突然轉了 轉去便宜 便宜 就得不上失 也不是的 他可以收廣告相前 那你要算錯 但是這件事 你真的不知道 所以其實有些事情 就是現在這些位置 會令到你 左右做人難 所以你想一下 如果你要選鼓的話 那些是化繁為簡 你想一下 簡單一點 我們講那麼多 我們這樣聊天 已經覺得那麼多問題 你想一下 但全部東西 就真的是一個現實情況 所以你說 為什麼Netflix 那麼慘 就是這樣解釋 其實沒有 如果你越想越多 這些情況 你未必敢買它 所以我寧願算 我寧願算 說說下個市 又跌多了 跌多了些什麼呢 阿里 美團 美團又跌下去了 是啊 5% 下跌這麼多 是啊 然後騰訊又3% 真的 所以這批科技股 也是煩的 真的 是啊 現在有科技股 真的想哭出來 還有 還有 有件事 哎呀 做什麼事 先提提大家 剛剛是誰問7、8 那一刻 是 是啊 剛剛有件事 你突然那麼驚訝 騰訊 留意著 原來騰訊整一下整一下 穿環區間 哎呀 真是搞笑 真是有笑話 是啊 真的 它現在穿350的話 就是我剛剛 我之前說350 400元這個位置的區間 真的會跌穿 這些真是看實 騰訊和笑話 是啊 真的看著它 穿不穿 3.90呢 這些都差不多到 是啊 又是這些 嘩 突然間不知什麼事 可能要找一下 大家找一下 有沒有內地的房間 有沒有什麼消息 有監管 因為這一下 掉下來有些 古怪 剛好有跌穿 跌回到環區間 因為第一次跌穿 是阿里巴巴 現在是騰訊 甚至更加美團 都會跌穿 因為可以穿的話 其實這些意味著者 說 它那個環區間 是向下移的 那這個就糟了 就是騰訊這些 你穿了350的話 你想一下 因為它 真的太容易看 350至400元 400至450 一穿得這個的話 下面就變了300元 其實你真是 正在順利的低位 自己想到市 一定是保裂頭 是啊 是啊 所以這一下 大家真的要 小心一點 好啊 這個時候我們繼續聽 家裡觀眾的電話 有位吳小姐 旁邊吳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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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問那個 但今次 我未買過的3008 我想問3008 還有200 200 現在這個位置可不可以入呢 3008 2008 都可以等一下 2008 2002 那麼3008 有甚麼位置可入呢 其實3008 都不要急著 為甚麼呢 因為如果真的要買它的話 就看市場的氣氛 現在這個氣氛 真的差 可以問現在很不一般 3008的股價 是直接反映這個現象 如果你氣氛差 那邊又是頑皮的話 其實3008真的無得玩 所以他的股價為何不斷向下沉底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這是現在的位置 不保持住 還有有件事 我這個現象也挺有趣 剛剛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看看港交所 其實現價和前低位 上次的大跌市3月18日 低位比的話 不是差很遠 你想想 其實你不懂 但相比之下 騰訊那些雖然差 都有一大跌 什麼意思呢 其實現在3月18日是率先 行先 是差的 你可以發現他會不會是真的差的人 甚至乎剛才的媽媽8 都還有一些距離 都沒有他那麼差 所以這些情況之下 3月18日不博了 算了 好啦 兩週都不要博了 吳小姐 330日7700 到時可以博一下 但是 但是 都是那句 如果你有7000個 range 走回去 跌穿350那個位 的話 是實際的 為何不現在博呢 現在你博不穿350 對 一元而已 真的搞笑 一元而已 對一元而已 好像博一博多好 你可以想一下 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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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節目途中已經要止了 我發現整天這個中數 不知道為何科技局突然會博下來 很喜歡看10點多 聽聞到 8003都博了下去 8003都博了下去 算了 2% 其實沒有什麼 一二一呢 一二回來博得多 沒有呢 市都博得多 8003其實沒有 看看你派息那一下 看看什麼狀況 但是 8個3其實 我又是那句 如果我長線持有的話 那他拿回10元 即現在拿回大約10元去計算 那你用7個 即是7毛錢式來計算 7這顏色 當你長擺 沒什麼 這次我又覺得 但是你說 如果之前買下的 你說這位走先 沒有OK的 即是走就行 你把口放就行 那 甚至乎你說等下 那個派息那樣東西 又行 所以沒什麼所謂 好啊 債息你又怎麼看 是啊 債息現在到這位 還會 我覺得不會再大升上去 還有一件事 只要債息 如果你說他突然間 太強勁的話 其實沒什麼 我昨天分析過 就是說 因為你說怕是怕什麼 然後突然間變得強 即突然間抽升那一下 那你現在 沒什麼特別 話說 沒什麼特別 真是 都是這些位都賠回 2點8多 是啊 2點8 回分一點點 不是 他有罪地上升 你沒什麼 你突然間 是怕抽升那些情況 扯上去 才煩 什麼來的 9.1 9.1 9.1 是什麼來的 尾斷了 好像快上穿137了 是啊 是啊 現在 這一下撒下去 都很狠 真的 狠啊 很狠啊 很像村 很像村 很像 都真的像 不是 那些盤不夠 不是很強 真的 不過這一下撒下來 我認住了 可能A股變得差 沒有什麼A股 先 剛才是見到弱的 A股都應該差 是啊 是 我剛剛教KIM 教K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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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博去不算15元 KIM OK的 我覺得這些位置又不怕 甚至乎 大樓新靈元 一七九八這些 那些呢 他又可以 對呀 可以 可以 不過我試個氣氛 好像很一般 現在 是的 剛才A股又是不行 我先看看A股的表現 感覺好像要減些磅 那樣 看你拿些什麼 又是那句 你拿些東西 那是 起碼有些顏色頂住 又不怕 我還是 A股 A股 跌多了 跌多了 A股 A股剛好弱 因為 是呀 離開了那九一 看不到 現在看不到 現在沒有了 但我聽說A股的表現是差 A股的表現是真的好 所以拉不由廣告下去 現在都很差 對呀 現在跌了快百分之一 深乘跌1.3% 深乘跌1.3% 對呀 差差差 你沒辦法 我們看著騰訊今天會不會穿 過世就像 說實話 對呀 沒有啦 其實有件事 大家現在開始想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你本身 現在你說的是全球 加息潮這件事 你想一件事 很簡單 當全世界加息的時間 我們是沒有條件加息 這件事本身就真的 已經存在著一個色差 但當你在外面 越來越加息的時間 其實你內地 所以為什麼你這次 他不敢 可能去到 是甚麼 即擴張力度又不夠那麼大 又不敢去調低LPR 其實沒有程度上 我覺得他是不想 把色差再擴闊 你想一下 即是日本的例子 當你日本的例子 你說你被人看穿了 如果Yen不斷跌 你美金不斷升 其實如果你突然轉眼 你人民幣也是 所以一旦你一轉差 又不是一轉弱 其實你會出現甚麼情況 你資金會離開 即幾樣東西會出現 資金離開 然後你夾迎來 又會有機會跌 然後另外就是 變了 你現在面對著 我們疫情的因素 即幾樣東西夾閘之下 你更加知道 你更加不會 即是不敢拿得 即即 如果你配一些基金的配置 你不敢拿得多 所以變了 是犯的 甚麼是621 這個我不知道 但剛才有朋友跟我說 今天是瘋子 甚麼來的 我剛才看到你按甚麼 9600 9600 OK 不知道是甚麼 爆升四成 這好像是否是新的 成交都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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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好像都 都過千多萬 第一次是不知道是甚麼 你突然升四成幾 上去 對 做甚麼 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稍後研究一下 我的朋友 發給我 哇 這隻星星那麼多 我都不知道是甚麼 因為是微信 好 時間差不多 大家這班 多了 小心點 好 先跟Stanley 申報 有沒有遲了 以上提及物股粉 有和大家申報了 好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待會回來會有其他直播節目 待會見